堅守一國兩制 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權和自由 但對任何鼓吹港獨 危害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 絕不容忍 香港回歸祖國22年 一國兩制是維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最佳制度 國家領導人多次表明 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 是國家的長期策略 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國家、香港以及兩地人民的共同願望 雖然香港正經歷風高浪急的困難時期 但我相信只要我們準確地緊守一國兩制原則 一定能夠走出困局